张牟川强忍心头的怒火 安抚妹妹睡下 然后 张牟川拎着一把鱼叉出门去了 一路来到了陆财主这里 陆财主的院子在渝丰村最西头 也是最好的位置 虽然也不是多么奢购的院子 但比起渝丰村其他村民的家 显然是要好得多 张牟川站在陆财主的院门之外 面容一片冰冷 紧握手中的鱼叉 张牟川一脚便将眼前的院门给踹开了 哗啦 院内直接被张牟川这一脚给踹烂了 张牟川冲了进去 而此时的陆财主一家正好在院中喝酒 被突如其来的动静给吓了一跳 陆财主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已经成年 小儿子才十三岁 谁敢踹我陆家的门 找死吗 陆家老大猛然转身怒视张牟川 嗯 是你 见到是张牟川 陆财主一家都是露出惊讶之色 显然是没想到张牟川居然还活着 但陆家老大依旧是脸色阴沉难看 张牟川 你小子找死是不是 敢踹烂我家的门 信不信我把你废了 张牟川看了看陆家老大 是不是你 把我妹妹的腿给打伤了 陆家老大一震 随即冷笑起来 是又怎么样 你妹妹不识抬举 让她给我弟弟做童养席 她还不愿意 我当然要教训教训她 一听这话 张牟川心头的怒火更为旺盛 直接举起了手中的鱼叉 眼睛死死盯着陆家老大 张牟川 你想干什么 陆财主立即质问道 我要为我妹妹讨回公道 张牟川举着鱼叉说道 一听这话 陆财主轻蔑一笑 讨回公道 讨回什么公道 你娘病死了 你妹妹腿瘸了 这都是他们活该 像你们这种穷人死活 跟我有什么关系 还有你 都说 你死在海上了 没想到你还活着 既然活着回来了 那就好好珍惜自己的小命 我可以当今天的事情没发生过 给我跪下磕头 你就可以滚了 陆财主完全不怕张牟川 或者说 他根本就没把渔峰村这些村民 放在眼里过 就是一群没出息的穷人而已 能有什么胆量 就算张牟川拿着一把鱼叉过来了 陆财主也认定 张牟川不敢真的动手 更何况 自己的大儿子 可不是一般人 那可是附近金刀门的弟子 虽然只是外门弟子 而且入门也才不到两年 但毕竟也算是修炼之人了 区区一个张牟川 根本就是蝼蚁 张牟川冷眼盯着陆财主 突然间 他挥动了手中的鱼叉 直接朝着陆财主冲来 找死 陆家老大怒喝一声 一拳朝着张牟川打去 张牟川来不及躲闪 被这一拳迎面击中 整个人一下子翻倒在地 手里的鱼叉也是一下子掉了 陆家老大一脚踩住了张牟川的胸膛 居高临下地瞪着张牟川 你要是想死 我现在就把你弄死 再把你妹妹抢过来 比我陆家当奴仆 陆家老大宁笑不已 却见张牟川突然一下子坐起身来 把陆家老大震得连连倒退 陆家老大满脸惊愕 还没回过神来 张牟川已经冲了上来 这一刻 陆家老大被吓傻了 因为他看见张牟川的那张脸 仿佛是一头猙獰的恶龙 正朝着自己张开龙口 仿佛要把自己一口吞吃了 陆家老大直接梦了 连反抗都没有反抗 碰 张牟川狠狠一拳 直接砸在了陆家老大的脸上 咔嚓 就见陆家老大的脑袋 像一个西瓜一样 被张牟川这一拳直接给轰碎了 红的白的飞溅一地 也溅在了张牟川的脸上 使得张牟川看起来宛若猙獰恶鬼一样 令人胆寒 看着被一拳打烂头颅的陆家老大 陆财主和他的小儿子直接愣住了 紧接着 父子两人发出惊恐的叫声 啊 尤其是那小儿子 直接眼睛一翻 活活吓晕了过去 扑通 陆家老大无头的尸体倒在地上 手脚还在抽搐 扑通 陆财主也是一下子瘫坐在了地上 满脸惨白 浑身颤抖 眼中只要惊恐 张牟川也愣住了 他看着地上陆家老大的尸体 又看了看自己的拳头 脑子里嗡嗡的 他本来只想给陆家老大一拳 结果没想到 这一拳直接把陆家老大的脑袋给打烂了 自己杀人了 张牟川本性还是一个老实本分的渔夫 之所以拎着鱼插过来 也是为了给自己妹妹讨回一个公道 并没有想杀人 可现在 陆家老大死了 是被自己亲手所杀 张牟川一时间也慌了神 不知该如何是好 他正正地看向了地上的陆财主 陆财主一见张牟川这样子 心头更是害怕 别杀我 别杀我 我把我的钱都给你 求求你饶命 之前还只高气昂 完全看不起张牟川的陆财主 却是一个劲地向张牟川求饶 张牟川盯着陆财主 做出了一个连他自己都未曾想到的举动 张牟川拎起了鱼插 走到了陆财主跟前 不顾陆财主惊骇的神情与刺耳的尖叫 鱼插直接落下 扑 尖锐的鱼插 从陆财主的面门捅了进去 再从脑后冒出来 陆财主浑身抽搐 鲜血狂勇 请客间便死了 张牟川拔出鱼插 面无表情地又来到了陆家小儿子身前 此刻陆家小儿子还处于昏迷之中 没有醒来 张牟川提起鱼插 几乎没有丝毫犹豫 扑 13岁的孩童也死在了张牟川手里 刺鼻的血腥味 在陆家院子里弥漫开来 院外 十几个人冲了进来 这些人都是平日里 为陆家干活打鱼的人 算是陆家的长工 这些人一冲进来 就看见了陆家父子三人惨死的样子 顿时大惊失色 张牟川 你杀人了 快去禀报官府 我们围住这里 不要让他逃了 立刻有人跑去报官了 而其他人则是手持鱼插 木棍这些东西 将张牟川团团围住 张牟川却并没有反抗 反而是直接丢掉了鱼插 就那么坐在了地上 第674给我生个虫孙子 张牟川没有挣扎 没有反抗 就这么坐在那里 一直等到官府的人到来 官府的人到了 一见这里的情形 也是吓得够呛 好家伙 陆家父子三人 一个脑袋被打烂了 两个被鱼插活活地插死了 血流一地 这可真是够惨的 渝丰村的村民们也都来了 他们都是十分震惊 张牟川活着从海上回来了 结果一回来 就把陆家父子三人全都杀了 这可真是太狠了 不过对此 渝丰村的许多村民 都是暗暗拍手称快 他们早就已经受够了陆财主的欺压 只不过陆财主家大业大 养着十几个长公 还有一个在金刀门当弟子的儿子 没人敢招惹他 结果被张牟川给杀了 也算是为渝丰村的村民们 除了一个大害 眼见张牟川要被官府的人带走 村民们有些不乐意了 他们都希望官府能网开一面 不要带走张牟川 毕竟张牟川这孩子 也是村民们从小看着长大的 杀戮财主 也是为渝丰村除害 情有可原 但官府还是把张牟川带走了 杀了三个人 其中一个还是金刀门的弟子 这事情可不小 张牟川被关押了起来 等候发落 皇宫即将举行大婚 当然不是皇帝娶媳妇 李天明虽然正值壮年 还能使尽生儿子 但长孙皇后不允许 所以李天明已经多年 未曾再有妃子进宫了 皇宫要举办的大婚 自然也不是李天明的 而是太子李元修的 太子李元修 与大将军裴元仲孙女裴红玉 将在十天之后举行大婚 两人初双入队 早已是长安人尽皆知的了 但毕竟都是有身份的人 不可能一直这么下去 尤其是裴元仲老将军 见自己的孙女 成天跟太子混在一起 早就有点不满了 连个名分都没有 像什么话 为此 早已不怎么露面的 老将军裴元仲 披上了许久不曾穿戴的战甲 扛着一杆长枪 登上了朝堂 吓得皇帝李天明 带着朝臣们赶紧出殿相迎 开玩笑 四朝老臣 世代为将 这资历放眼朝堂 无人能及 更何况裴元重披甲持枪而来 这一看就不对劲啊 岂能怠慢 李天明本想亲自搀扶裴元仲 进入大殿 但被裴元仲拒绝了 老人家坚持自己走进大殿 众人无奈 只能是小心翼翼地陪着 入了大殿 裴元仲又是恭恭敬敬 朝着皇帝行礼 之后才说起了 自己来此的目的 要为孙女讨个公道 李天明与群臣 一听就明白了 不禁哑然失笑 原来老将军这么郑重其事 是过来催婚的 不过也难怪 李元修和裴红玉两人 早已定下终生 但一直没有名分 裴元仲着急 也是在所难免的 于是乎 李天明当即决定 将原本定在 一个月后的婚期提前 十天后 举行太子大婚 得到了确切的日子 裴元仲乐呵呵地回去了 而整个皇宫 乃至整个长安 也开始如火如荼地 筹备着太子大婚 这可是大事情啊 举国欢庆 长安城一下子 沉浸在了欢喜的氛围之中 国师府也不例外 虽然举办大婚的地方 是在皇宫 但整个长安 都要好好装点一番 国师府张灯结彩 披红挂绿 叶清云却是犯愁起来了 自己徒弟要结婚了 这当然是一件喜事 可自己身为师傅 又是大唐的国师 到时候去参加婚礼的话 该送点啥呢 送点金银珠宝 这玩意人家不缺啊 而且太俗气了 叶清云喜欢这些玩意 人家估计不怎么感兴趣 更何况 以叶清云的身份 送这些东西 也不太合适 那送什么好呢 叶清云就是为这件事情犯愁 就在这时 有人来到了国师府 求见叶清云 来的人乃是大将军府的家将 是来给叶清云投送请柬的 大将军府 叶清云看着手里的请柬 一脸困惑 他好像不认识什么大将军 怎么突然会有请柬到来 打开一看 裴元仲 叶清云一正 一下子就明白了 原来是裴红玉的爷爷 裴元仲老将军的请柬 叶清云立即露出笑容 请回去转告裴老将军 叶某一定登门拜访 多谢国师 家将离开了 第二天早上 叶清云穿上了一套 有派头的衣服 在惠空的陪同之下 前往大将军府 到了大将军府 一个身形略显勾楼的白发老者 正在府门之外等候 叶清云原本还以为 这老头是个看门老大爷啥的 结果 一看将军府的守卫们 都是毕恭毕敬地站在一边 叶清云就知道 这老头身份不一般 老朽裴元仲 在此恭候国师 那白发老头 也就是大将军裴元仲 向着叶清云躬身一拜 叶清云赶忙还礼 使不得 老将军亲自等候 让叶某受宠若惊 实际上 他们两个心底都很惊讶 裴元仲惊讶于 叶清云身为国师之尊 居然只带着一个和尚 更是徒步走来 除此之外 没有带任何随从 也没有任何的排场 这也太朴素了 而叶清云惊讶的是 裴元仲居然会在府门口等候自己 这实在是太看得起自己了 国师 请入府一叙吧 老将军请 请 请 两人一番客套 最终还是一起步入了大将军府 不得不说 这大将军府没有什么奢华之处 一切都很简朴 裴红玉也在府中 来到叶清云面前 十分恭敬地行礼 叶清云笑了笑 回想起自己当初 为李元修和裴红玉撮合的事情 也是十分感慨 自己本来是凑个热闹 结果阴差阳错 还真把这两人给撮合到一起了 算起来 自己不仅仅是李元修的师父 更是他们两人的媒人 那送礼就更加不能含糊了 真是头疼 国师请坐 老将军请 两人落座 裴红玉给两人各自奉茶 然后便乖巧地站在一旁 和平日李在军中的样子 飞扬娇横的样子 截然不同 叶国师 老夫一辈子都是直爽人 请国师来此 也是有事相求 裴红重十分直率 一坐下就开门见山 叶清云一正 哦 大将军不妨直言 裴红重面有复杂之色 瞅了一眼 站在边上的裴红玉 不瞒国师 老朽如今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想看见红玉这丫头 能给我生一个重孙子 叶清云 这老家伙什么毛病 你想让你孙女 给你生个重孙子 你找李元修啊 你跟我说干嘛 我又不能帮这个忙 这不乱套了吗 第675 老朽喜欢逛青楼 叶清云挠了挠头 啊 那个什么 老爷子你这忙我可帮不了 要不然 我把元修那小子叫过来 宁老亲自对他说 让他和红玉抓紧便 一旁的裴红玉 顿时面颊羞红 有些不好意思 裴元修却是叹了口气 国师有所不知 老朽命不久矣了 此言一出 叶清云顿时大惊失色 四朝老臣的裴元修 居然命不久矣 不会吧 我看老将军 您身子骨好像还挺硬朗啊 叶清云诧意道 裴元修一阵苦笑 老朽毕竟也是修炼之人 对于自己的身体如何 还是很清楚的 当下 裴元修便将自己的情况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叶清云 原来 裴元修的确已经受缘将近了 他乃是炼神经大圆满的强者 当年曾经有机会 踏足归翘境 但因为常年征战 出生入死 多次受到重创 以至于伤到了根基 裴元修很早就知道 自己此生是无法踏入归翘境的 而到了现在 裴元修的身体 已经是一天不如一天了 数月前 裴元修还能一顿饭吃好几斤肉 可现在 裴元修就连走路都有些举步为奸 前日去朝堂上 为自己的孙女催婚 更是让他本就不多的经历大为损后 裴元修能感觉到 自己已经命不久矣 多则三五月 少则一两月 裴元修并不怕死 他年少从军 一辈子都是在战场上度过的 见惯了生死 也几斤生死 早已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了 可他现在不一样了 他的孙女马上就要成婚了 裴元修唯一的牵绊 就是想看着自己的重孙子来到世上 只要是能看一眼自己的重孙子 他就能够安心上路了 裴元修急着催婚 也是尽力想在自己老死之前 能坚持到自己的重孙子问世 但上天似乎不愿意给他这个机会 裴元修心中又是焦急又是忧虑 他想找到能够为自己延续受缘的办法 于是就想起了叶青云 裴元修虽然不曾见过叶青云 但他也时常听闻叶青云的事迹 那些离谱的传言 裴元修是不怎么相信的 但裴元修也知道 这位叶国师必然是有些手段的 或许求助这位叶国师 能让自己多活一段时间 叶国师事情便是如此 老朽也是豁出这张老脸 想问一问叶国师 可有法子能为老朽延续性命 裴元修神情苦涩 老朽也不贪多 哪怕是能多活一年也好啊 爷爷 一旁的裴红玉眼睛也红了 看着自己年迈的爷爷如此恳求 他的心里也十分不适滋味 尤其是一想到自己爷爷命不久矣 裴红玉心里就更加难受了 国师 求求你帮帮我爷爷吧 裴红玉直接就跪在了叶青云跟前 叶青云顿时就头大了 这让他怎么办 你要说一点小忙小事 我能帮一下也就算了 可你这 让我给你续命 你以为我是谁啊 诸葛村夫吗 我给你来一套七星诫命的把戏 可人家诸葛村夫也没借成功啊 更何况我叶青云也没人家诸葛村夫的本事 别说诫命了 借钱都费劲 可是 看着裴元仲和裴红玉这对爷孙的样子 叶青云也不好直接拒绝 真是太让人为难了 先起来先起来 起来再说 叶青云先让裴红玉站了起来 裴红玉站起身来 依旧是牧有期待地望着叶青云 在裴红玉看来 这世间就没有叶青云做不到的事情 若是叶青云能够相助 自己爷爷严寿 必然是没有问题的 老将军为何不服用严寿丹这种 可以延年益寿的丹药呢 叶青云不解问道 哎 老朽早年受伤太多 丹药的效力在老朽身上 几乎难以见效 延年益寿的丹药 老朽服用了不止一次 没有用啊 叶青云 他想了想 又问道 那可有找手段高明的医者 为老将军调养过身子 裴红重道 自然有的 就连华晨神医 都来过老朽府上几次了 每一次都是摇头叹息离去 叶青云 行吧 连华晨都来过了 那看来真是没救了 其实叶青云也能看出来 裴红重的情况确实不妙 虽然看似精神硕硕 但眼中有着一丝默气 脸上更是浮现出了一些 不太明显的黑斑 这是身躯在逐渐腐朽的迹象 证明裴红重这具苍老身躯 的确是大线已到了 一般到了这个时候 丹药的效力 确实是会大打折扣 再加上裴红重身体受伤太多 伤了元气和根基 丹药就更加不起作用了 裴红重见叶青云面露难色 心里也是有些失望 他不禁有些怅然起来 难道自己真的没有机会 可以看见崇孙子出世的那一天了吗 老爷子 其实我觉得吧 一个人能活多久 主要还是看这个人的心情怎么样 叶青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只能是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 接着忽悠 虽然忽悠不能让裴红重活得更久 但应该是能让这老家伙 走得安详一些 裴红重正正地看着叶青云 裴红玉也是一脸错愕 叶青云面不改色 继续开口 只要心情好 保持身心愉悦 那自然就可以活得长久 而心情不好 整日烦忧焦躁 那自然是多灾多病 难以长寿 叶青云仿佛是找到了灵感 思路逐渐清晰 那国师的意思是 裴红重有些疑惑地看着叶青云 嗨嗨 既然丹药无用 医者也束手无策 那咱们不如保持身心愉悦 让自己心情开朗愉快起来 应该是可以让老爷子延年益寿 裴红重和裴红玉祖孙面面相去 这也能行 身心愉悦就可以延年益寿 这说法他们还是第一次听说 怎么听起来这么不靠谱呢 那国师老朽应该怎么做 裴红重好奇问道 叶青云微微一笑 很简单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该吃吃该喝喝 啥事都不要放在心上 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对啊 不知老爷子平日里喜欢做什么 老朽喜欢逛青楼 什么玩意 叶青云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 第676看妞使人身心愉悦 这老家伙喜欢上青楼 叶青云不禁上下看了看裴红重 好家伙 这都半截黄土埋脖子了 还搁这儿上青楼找乐子呢 人家七老八十的 哪个不是在家里养精蓄锐 你这老头倒好 整天往青楼跑 你不死谁死啊 叶青云真的十分无语 而一旁的裴红玉 见叶青云神情变得古怪起来 赶忙出言解释 国师 我爷爷说的不是 不是那种青楼 而是 叶青云摆了白手 你不用说了 我能理解 说完 叶青云用复杂的眼神 看着裴红重 老爷子 虽然青楼确实是令人流连忘返的好地方 但咱们毕竟年纪大了呀 要是老爷子 你再年轻个十岁 去青楼也没什么 但以后还是别去了 养精蓄锐 还是很重要啊 要不等老爷子你身体养好了 咱们结伴一块去青楼 愉快地玩耍 说话间 叶青云还挤出一出一副 我懂你的眼神 这可把裴红重爷孙俩 弄得极为尴尬 尤其是裴红玉 原来叶国师 居然是一个喜欢去青楼玩耍的人 以前还真是没看出来 藏得太深了 看来以后 还是要叮嘱元修一下 不能跟着叶国师学坏了 嘿嘿 国师误会了 裴红重也赶紧出言解释 这要是说不清楚 自己一辈子的名声 可算是毁了 自己都是快要死的人了 要是让别人误以为 自己喜欢上青楼 那可真是把裴家的脸面 都要丢尽了 误会了 叶青云一正 他笑了笑 老将军不必觉得不好意思 上青楼而已嘛 算得了什么呢 咱们都是男人 上青楼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此时 叶青云忽然感受到了 一丝不善的眼神 转头一看 正是裴红玉正一脸 不善地盯着自己 叶青云当即意识到 自己说得有点过头了 当然了 不去还是尽量不去的好 赶紧把话又给圆回来了 裴红玉不善的眼神 这才收敛起来 叶青云暗暗擦汗 他差点忘了 自己还是李元修的师父呢 这裴红玉 马上就要和李元修大婚了 结果自己在人家爷爷面前 讨论着上青楼的事情 这的确是有点离谱 也难怪裴红玉会有所不满 国师啊 你真的是误会了 裴红众哭笑不得 啥 叶青云一脸茫然 老朽说的不是青楼 不是青楼 什么楼 庆楼 庆贺的庆 裴红众几乎是咬着牙说道 他差点没被叶青云 给直接气得当场去世 叶青云一听 恍然大悟 搞了半天不是青楼 而是庆楼啊 叶青云顿时也极为尴尬 完了 射死现场 我叶青云叶大国师的名声毁了 这要是传出去了 以后人们提到我叶大国师 岂不是都要来一句这位叶国师 对青楼情有独钟 光是想想 叶青云都恨不得找条地方 直接钻进去 嗨嗨 那青楼是个什么地方啊 叶青云倒也脸皮厚 此刻也还能绷得住 青楼 乃是长安城中最好的乐方 里面的歌姬舞女 更是整个大堂最好的 老朽别无所爱 闲来无事 就喜欢去青楼听听曲子 裴约众说道 叶青云一听 这也差不多嘛 虽然不是青楼那种寻花问柳的地方 但又是歌姬 又是舞女的 谁知道你这花老头 是去听曲子 还是去看妞的 你那是去听曲子吗 我怀疑 你是缠人家的身子 老将军喜欢听曲 叶青云好奇道 裴约众点点头 老朽一辈子都在舞刀弄枪 如今不需要老朽征战了 听听曲倒也能悠然自得 叶青云摸了摸下巴 又看了看眼前的裴约众 脑子里忽然冒出来一个想法 俗话说得好 看妞使人心情愉悦 虽然裴约众不是看妞 而是听小曲 但那也差不多 与其想各种办法来延年益寿 倒不如趁着现在还有精力 多听听小曲 多看看小妞 那岂不是美滋滋 这心情一愉悦 立马多活个两三年 也说不定啊 就算没办法延年益寿 临走前乐乐呵呵的 那也是挺好的呀 至少是把老头给愉悦的送走了 我有一个办法 或许可以为老将军延年益寿 叶青云说道 裴约众一听 顿时激动起来 国师真的有办法吗 叶青云点点头 但也不敢说一定能行 总比一筹莫展要好 是是是 国师说得没错 裴约众压住心头的激动 却不知国师所说的办法 究竟是什么 叶青云看向了裴红玉 劳烦红玉去一趟庆楼 将庆楼最好的歌姬和巫女都请过来 啊 裴红玉一脸错愕 裴约众也是愣住了 叶青云却是一脸的认真之色 不用多问 只管去请就是了 哦 我现在就去 见叶青云神情认真 裴红玉也不敢多问 赶紧就去了 裴约众一脸困惑 不太明白 叶青云要把庆楼的歌姬 巫女请过来做什么 就算把他们请过来 在自己府中唱曲作舞 难道就能给自己颜念一寿了 哪有这么简单的呀 但叶青云的名声毕竟摆在这里 虽然有满肚子的疑惑 但裴红众也没有多问 只是耐心等待 一个时辰后 裴红玉回来了 还带来了不少人 十个人每声甜的歌姬 二十个风姿绰约的巫女 叶青云看到这些歌姬 巫女的时候 眼睛也是一下子就直了 鬼鬼 难怪老头这么喜欢去庆楼呢 这一个个美女 简直是绝了 这谁看了 谁不迷惑 这些歌姬 巫女都很淡定 因为他们被请到达官显贵家中 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 早已习惯 当然 他们都是卖一不卖身的 只会做自己分内的事情 不会有愉悦之举 参见大将军 参见国师大人 歌姬 巫女们对着裴红众和叶青云 攻身行礼 叶青云看着他们 把你们拿手的都展现出来 第677词乃广场舞 随着叶青云一声令下 这些歌姬 舞女们开始了他们的表演 歌姬自然是唱曲 他们的声音都十分优美 唱曲功力也是非常出色 不愧是庆楼的头牌歌姬 而舞女们 则是随着歌声翩翩起舞 他们的舞姿十分柔媚 光是看着 就令人赏心悦目 令人不禁拍案叫绝 叶青云看得眼睛都直了 恨不得眼珠子 都飞到那些娇艳动人的舞女身上 而一旁的裴红众 倒是很淡定 只是脸上也带着愉悦之色 手掌轻轻打着节拍 只有裴红玉 有些不太自然 她毕竟是女子 更是出身军舞 对于这些舞女 歌姬自然是有些看不顺眼 一番表演结束 裴红众拍手较好 而叶青云 虽然也看得津津有味 但总觉得不是很过瘾 曲子很好 舞也很好 就是没有那味儿 叶青云摸了摸下巴 随即看向了那十个歌姬 我现在教你们唱一首曲子 你们好好跟着我学 歌姬们都是愣住了 国师要教自己等人唱曲 这是什么操作 一旁的裴红众 裴红玉 也都是傻眼了 什么鬼 只有一旁的惠空 始终都很淡定 他早就习惯了 叶青云的各种惊人之举 当初叶青云还带着惠空 去了青楼之地 差点没闹出事情来 所以惠空很淡然 圣子做什么 那肯定是有他的道理在的 无需多问 无需多想 国师 这是为何 裴红众有些不解地问道 叶青云微微一笑 老将军之后就知道了 说完 叶青云便先让裴红众和裴红玉 先行离开 他带着歌姬 舞女在这里练习 至于练习什么 那自然是叶青云所会的东西 叶青云本来以为这些舞女 歌姬要教很久才能学会 没想到他们都十分的聪慧 自己只是教了两三遍而已 就已经全然学会了 不愧都是青楼头牌啊 叶青云暗暗赞叹 随后 叶青云又把裴红众爷孙俩喊了过来 裴红众和裴红玉都是神情古怪 不知道叶青云在这里教了这些舞女 歌姬什么东西 打量过去 这些舞女 歌姬的样子也都是怪怪的 老将军 我教了他们新的曲子 还有我家乡的一种舞 请老将军鉴赏鉴赏 叶青云笑着说道 哦 那老朽可是要好好欣赏了 裴红众也是来了兴趣 叶青云立即一拍手 歌姬们便开始齐声高唱 苍茫的天涯似的爱 绵绵的青山脚下花正开 什么样的节奏是最呀最摇板 什么样的歌声才是最开怀 高唱欢快的曲调 轻松简洁的歌词 一下子就把裴红众给整蒙了 这是什么曲 他简直是闻所未闻 而且与他以往所听的曲子 差别实在是太大太大了 仿佛一下子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一时间都没听得懂 不过虽然听不太懂 但不知怎么的 这曲子一听 就让人心情迅速愉悦欢快起来 甚至让人忍不住 想要跟着节奏一起跳起来 不仅是裴红众 就连裴红玉也是一样 这古怪的曲子 仿佛有什么魔力 让裴红玉忍不住想要手舞足蹈 就在这时 舞女们跳起来了 她们没有跳之前那种 柔媚娇艳的舞 而是跳起来广场舞 没错 叶清云教给她们的 就是广场舞 经过了叶清云自己的改编 更加的富有活力 并且老少嫌疑 无论男女老少 只要跟着一起跳 准没错 歌姬们唱着歌 舞女们跳着舞 整个大将军府 陷入了一片欢快的氛围之中 叶清云已经是跃跃欲试 直接加入了舞女之中 而且还是领舞的那种 跟着跳了起来 这一幕 让裴家爷孙 以及会空都看傻了 眼前这个再歌再舞 一脸笑容的叶清云 当真是他们的大唐国师吗 确定不是被什么脏东西给附身了吧 老将军 你也一起来啊 叶清云一边跳 一边对着裴元仲招手 裴元仲心中是拒绝的 他一把年纪了 走路都费劲了 岂能跟着一起跳广场舞 而且 面子上有点过不去啊 好歹咱也是有身份的人 跟着一群舞女 跳舞算怎么一回事 可身体却是产生了一种本能 裴元仲竟然鬼使神差地走了过去 然后跟在了舞女的后面 也跳了起来 爷爷 裴红玉下巴差点没掉到地上 我爷爷怎么了 中邪了吗 还是国师对我爷爷施展了什么幻术 我以前那个正经的爷爷去哪了 叶清云见到裴元仲也跟着跳了起来 心里也是松了口气 最怕的就是自己忙活了半天 结果人家压根不感兴趣 现在好了 裴元仲跳起来了 而且看起来似乎很兴奋的样子 这就行了 虽然不知道这广场舞 能不能让裴元仲多活几年 但心情肯定是不会差的 这就是广场舞的神奇之处 一曲唱完 舞女们也是停了下来 叶清云转头一看 好家伙 裴元仲满面通红 整个人精神焕发 眼睛都比之前明亮了许多 呼吸声也比之前粗重了 老将军感觉如何 叶清云笑着问道 老朽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裴元仲一边喘着气 一边开口 爷爷 你赶快休息一下吧 裴红玉生怕裴元仲有个好歹 赶忙过来搀扶 谁知裴元仲把自己孙女推开了 没事没事 我感觉自己身体 仿佛一下子有力气了 比前些日子好得多啊 裴红玉顿时愣住了 竟然真有奇效 裴红玉有些难以置信 但眼前自己爷爷的样子 的确是和之前不一样了 精神了许多 气息也变得充沛起来 国师 这是什么我 为何老朽跟着跳了之后 会觉得浑身充满了力量 裴元仲一脸好奇地问道 叶清云神秘一笑 此乃广场舞 广场舞 对 这是我家乡一种独特的舞 所惠之人甚多 并且常常三五成群 于入天旷野之下起舞 第678九轮天药 叶清云也是没想到 自己突发奇想的一个广场舞疗法 还真叹娘地 在裴元仲这老家伙身上起笑了 并且彻底让裴元仲 对广场舞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 叶清云自己的很清楚 自己来大将军府的时候 裴元仲一副死气沉沉 感觉马上就要隔屁的样子 结果自己离开的时候 裴元仲一脸的红润 精气神十足 连身子都变得挺拔了一些 别说是活个一两年了 至少能再活七八年都不成问题 国师此番大恩 老朽铭记于心啊 走出大将军府 裴元仲紧紧握着叶清云的手 一脸的感激和敬佩 这才是真正的高人啊 不像那些所谓的高人 又是丹药 又是秘法杀的 结果到自己身上半点屁用都没有 再看看人家叶清云 什么都不需要 找来一群歌姬和舞女 就给自己安排得明明白白 裴元仲觉得 自己学会了这广场舞 时常温习 再活个十年应该没啥问题的 到时候 能看着自己的重孙子出世 看着重孙子一点点长大 别提多高兴了 一想到这里 裴元仲心情就更好了 人也就更加精神了 裴红玉也是十分激动 自己爷爷一直以来 都因为受缘的事情而愁眉不展 眼看着日渐消沉 甚至他们裴家的后辈们 都已经开始考虑 老爷子的身后事了 裴老爷子再世 裴家就是大唐第一武将 勋贵世家 没有任何人可以动摇 可一旦老爷子走了 那裴家固然还是显赫世家 但必然会逐渐衰落 毕竟现在大唐已经安稳 没有什么仗可以打了 裴家虽然为将者不少 但想要再达到 像裴元仲老爷子这样的巅峰 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老爷子就是裴家的 主心骨顶梁柱 裴家所有人 都是巴不得裴老爷子 裴元仲登基 那裴老爷子可就是五朝老臣了 整个朝堂无人能出其用 并且再加上裴红玉嫁给了裴元仲 一旦裴元仲登基为帝 那裴红玉就是皇后 裴家又多了一层外戚的身份 更是不得了 足以称得上是 大唐前五古人的第一勋贵世家 不是 要不然咱们结拜为兄弟吧 裴元仲激动之下 直接提出要和叶清云结拜 这可把叶清云弄得有点无语了 和裴元仲结拜 那辈分不是直接乱套了 自己是李元仲的师父 李元仲又是裴元仲的孙女婿 那自己和裴元仲结拜 李元仲看到自己叫什么 喊师父 还是喊二爷爷 好像都怪怪的 这可使不得 老将军严重了 叶清云赶忙婉拒 哎 国师乃是世外高人 老朽的确是高攀了 裴元仲也意识到自己失言了 打了个哈哈就接过去了 不过裴元仲为了表示自己的感激之情 还是拿出了实打实的诚意 国师 这是我早年征讨日月魔教时所得之物 这么多年 一直都保管在老朽手中 今日便送给国师了 裴元仲拿出了一个黑漆漆的铁盒 郑重其事地交给了叶清云 叶清云伸手去接 结果这铁盒十分沉重 叶清云一个没拿稳 铁盒差点砸脚面上 幸好一旁的会空赶紧出手 将铁盒给稳住了 叶清云心想好家伙 这铁盒这么重 自己都差点没拿稳 裴元仲这老爷子拿铁盒的时候 感觉就一点分量也没有 看来人家虽然一把老骨头了 但毕竟是有修为的高手啊 自己和人家没得比 老将军 这是何物呀 叶清云好奇问道 裴元仲露出凝重之色 此乃传闻中的魔教至宝 魔教至宝 叶清云心想 那肯定是好东西了 只是魔教的东西 会不会有什么邪门的地方 老朽当年奉命镇压日月魔教 一路扫荡魔教之徒 最终攻破了魔教的老巢天明顶 当老朽找到那魔教教主张无垢的时候 他正在试图打开这魔教至宝 老朽也是趁其不备 将其擒获的 否则的话 以那张无垢的实力 想走的话 老朽当年也留不住他 裴元仲说起了自己 当年攻打日月魔教 擒获魔教教主张无垢的事情 叶清云也是听得十分惊讶 这老爷子当年可真是够生猛的 弱大一个魔教 被他带着大军直接剿灭了 连魔教头子张无垢 也是被裴元仲生擒回来 老朽这么多年 一直都想将这魔教至宝打开 但始终没有进展 裴元仲看着惠空手中的漆黑铁盒 或许只有国师宁这样的高人 才能发觉出 这魔教至宝的真面目 叶清云心里犯嘀咕 这玩意不会有什么麻烦吧 这老头怎么看起来 有点不怀好意的样子 我要不要把这铁盒子还给他 最终叶清云 还是带着铁盒子离开了 因为裴元仲要忙着回去 和舞女小姐姐们跳广场舞了 叶清云和惠空 带着铁盒子回到了国师府 惠空把铁盒子放在了石桌上 叶清云和他一起盯着这铁盒子 惠空 你能看出来 这玩意有什么名堂吗 惠空双目泛着金光 赫然是在施展佛门法眼 只是他看了许久 也看不出这铁盒子有什么门道 圣子 小僧看不出来 惠空摇头道 叶清云叹了口气 那算了 我先去躺坏 说完 叶清云就回屋去了 惠空在院子里端向铁盒子许久 一直看不出什么名堂 只好将其放在收起来 回佛堂念经去了 直到院子里没人了 那个百年僧 忽然间有着人的五官冒了出来 百年僧显得十分激动 没想到 竟然能看见魔教圣物九轮天药 他曾经听他爷爷的爷爷 说起过九轮天药 那是通往妖艺魔界的关键之物 只有这九轮天药 才可以打开妖艺魔界的秘境之门 妖族 魔教 乃是许多人 都曾经寻找过这九轮天药 只是一直没有下落 没想到居然被自己看见了 妖艺魔界 有着数不尽的机缘 我要是能带着九轮天药进去 绝对能大有收获啊 甚至 可以改变我们数妖艺族 在妖族之中的地位 百年僧兴奋之余 开始了他夺取九轮天药的计划 先挪动一小步 就一小步 悄悄咪咪的 应该没有人能发现吧 第679独演黑衣人 夜晚 长安 皇宫 距离李元修和裴红玉大婚 只剩下五天的时间了 眼看着大婚之日一天天接近 身为皇帝的李天明与长孙皇后 反倒是有些焦虑起来了 按理说 身为皇帝和皇后 早就经历过了无数大风大浪 太子大婚这种事情 也算不得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 可他们夫妇二人 心里就是有一种焦虑之感 而且 随着日子一天天临近 这种焦虑感也越来越重 尤其是长孙皇后 整天都在想着许多的事情 甚至都已经在考虑 自己孙子出世之后 该取个什么名字这种事情了 此时此刻 夫妇两人在寝殿之中 依旧是在商量着大婚的事情 陛下 你说到时候 会不会有人来故意捣乱啊 长孙皇后秀眉紧皱地问道 一旁的李天明摇了摇头 不会的 长安里里外外都已经戒严 敬畏日夜不停地巡视 各路高手也早已折服待命 别说捣乱了 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说话间 恰好有一只苍蝇 从他们的面前飞过 十分嚣张地 在寝殿内盘旋起来 李天明有些尴尬 刚才还说 一只苍蝇都飞不进来 结果眼前正好出现了一只苍蝇 还大摇大摆地 在寝殿内飞来飞去 当真是有点打脸 哼 长孙皇后称怪地瞪了李天明一眼 李天明赶紧一指点出 一道气静飞过 将那苍蝇直接打成了渣渣 嗨嗨 朕一定加派人手 严密寻防长安 李天明尴尬道 还有一件事情 长孙皇后也没有继续纠结 转而谈及了另外一事 哦 什么事情 大婚之时的高堂之位 按理说应该是陛下和裴老爷子 但叶国师不仅仅是我大堂的国师 更是元修的师父 他也有资格坐在高堂之位 长孙皇后说道 一听这话 李天明也是一正 然后眉头紧皱起来 他还真把此事给忽略了 本来大婚的时候 高堂之位便是双方父母来就做的 李元修这边自然是父皇李天明 坐一个位置 而裴红玉那里 当然是裴老爷子有资格坐 裴家其他人 还没资格和皇帝李天明平起平坐 但这样一来 不就没了叶清云的位置吗 在大堂 有着施恩如父的说法 叶清云是李元修的师父 也算是李元修的父辈 更何况 叶清云对大堂 有着无比深厚的恩德 对皇室也有着莫大的恩惠 这高堂之位 要是跟叶清云一点关系也没有 谁知道人家心里会怎么想 以叶国师的身份 和对我大堂的恩德 高堂之位的确理应有他的位置 李天明也是如此说道 长孙皇后顿时犯愁 可高堂之位 只能有两人啊 难道陛下将位置让出来 还是让裴老爷子将位置让出来 似乎都不太合适啊 李天明也是有点头疼了 这事情要么没想到 一想到的话 可真是有点犯难 该如何是好呢 要不然 正去找裴老爷子商量一下 李天明说道 不行 长孙皇后立即摇头 裴老爷子都已经那般年纪了 若是连自己孙女的大婚 都做不到高堂之位 这简直太不像话了 只怕裴家上下心里都会埋怨的 李天明柔了柔没心 那阵的位置就让出来吧 长孙皇后没说什么 现在看来 也只有李天明将高堂之位 让给叶青云最为合适 裴老爷子的位置实在是不能动 大婚三败 为何不多一败 让叶国师单独受新人一败 这样不就可以了吗 长孙皇后忽然说道 此言一出 李天明先是一正 随即眼前一亮 对啊 我怎么没想到 大婚三败 既然不好安排 那就干脆多一败 让叶青云单独做一个位置 受新人夫妇的礼数 这样一来 既能凸显叶青云的地位 也不会影响李天明和裴老爷子的位置 一举两得 皇后英明 李天明夸赞道 那咱们的孙儿该叫什么名字呢 东陵城 城中大牢 张牟川就被关押在了这里 而且还是最深处的死牢 一般只有犯下了杀人重罪的犯人 才会被关押在死牢之中 张牟川被押来的时候 整个人都很平静 甚至可以说有些木然 仿佛对一切都已经不在意了 他坐在大牢之中 双眼正正出神发呆 不知道在想着什么 哗啦 牢门被打开了 几个官差走了进来 张牟川 你家里还有没有什么人 一个官差出言问道 张牟川抬起头来 我 还有一个妹妹 官差点点头 那就让你妹妹过来一趟 你马上就要被问斩了 张牟川呕了一声 脸上毫无波动 甚至连眼神都显得十分空洞 官差们见张牟川这个样子 都是不禁摇头 他们也算是见惯了 即将被杀头的犯人 但像张牟川这么年轻的 还着实少有 尤其是张牟川此刻的反应 更是让他们感到很不寻常 即将被杀头了 居然还这么的凭借 莫非是被吓傻了吗 官差们走了 张牟川依旧是坐在牢房内 一动不动 但他的眼中 却是泛起了一丝丝的神采 妹妹 一道诡异的身影 忽然间出现在了张牟川的身旁 这是一个被黑衣笼罩全身的怪人 只露出一只星红的毒眼 周身散发着邪义的气息 张牟川 你若是死了 你的妹妹怎么办 黑衣人沙哑的声音响起 你死了 她一个小女孩孤苦伶仃 岂能活得下去 她吃不上饭 会被欺凌 甚至会被卖到烟花柳下 你就这么死了 让你妹妹遭受这些苦难吗 张牟川顿时神情大变 不行 绝对不行 黑衣人黑黑一笑 那就对了 你能从海里活着回来 有海神娘娘庇佑 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对的 杀戮财主父子是对的 你现在逃出去 救你妹妹也是对的 任何阻拦你的人 都该死 第680杀人狂魔张牟川 张牟川逃遇了 他一拳轰开了牢门 将监牢中的所有狱卒 尽数杀死 惊动了整个东陵城 东陵城人人自危 都在传他们这里 来了一个杀人魔头 杀人不眨呀 专吃活人的心肝 吓得东陵城的百姓们 还没到夜晚 家家户户就紧闭了门户 东陵城官府也是束手无策 他们也意识到 张牟川不是寻常百姓 实力高强 只能是让修炼高手出马 才能够将其镇压 张牟川跑去了哪里 自然是回了渝丰村 他要找到自己的妹妹 然后带着妹妹一起离开 逃到一个没有人的地方 可是 等他到了渝丰村 却并不见自己妹妹的踪运 家里空无一人 询问了村民 结果人人都对张牟川十分畏惧 并且他们都不知道 张牟川的妹妹张小花 去了何处 张牟川急了 他疯了似的到处寻找 呼喊着自己妹妹的名字 甚至冲入了海中 壮弱疯狂 整个渝丰村 都可以听到张牟川 那凄厉愤怒的嘶吼 整个大海巨浪逃天 到了第二天 渝丰村平静下来了 张牟川消失了 不知去往何处 与此同时 金刀门的高手出动了 他们要去捉拿张牟川 因为张牟川杀死的陆家老大 是金刀门的外门弟子 虽然只是一个外门弟子 但也不能就这么被杀了而不管 并且东陵城官府 也找到了金刀门 希望金刀门出手相助 一起捉拿杀人狂魔张牟川 金刀门自然一不容辞 派出了不少高手 四处寻找张牟川 一条山路之上 张牟川浑浑噩噩噩地走着 他满身泥泞 样子十分邋遢 看起来宛若失魂落魄 他找不到妹妹张小花 心里极为焦急 却又不知该如何示好 漫无目的地走着 就在这时 不远处有着马蹄声响起 一群身穿金袍之人 骑着快马迅疾而来 这些金袍人 个个都配着一柄金刀 看起来威风凛凛 金刀门 嗯 前面有个人 金刀门弟子们 看见了正在前方 摇摇晃晃走着的张牟川 当即便是策马上前 一下子就把张牟川给围住了 张牟川停下脚步 抬头看了看众人 然后又低下了头 继续往前走去 他是张牟川 为首弟子认出了张牟川 顿时大喝一声 一听是张牟川 金刀门弟子们 纷纷拔刀出窍 张牟川 你杀了那么多人 立刻随我等回去 张牟川摇了摇头 我回不去 哼 这可由不得你 为首弟子怒喝一声 一拉缰绳 马蹄高高扬起 朝着张牟川 重重踏下 张牟川抬手就是一拳 扑 那匹骏马的脑袋 顿时就被砸得四分五裂 当场惨死 马上的金刀门弟子 也是赶紧翻身下马 脸上满是震惊之色 一拳轰碎一匹马的脑袋 这可不是寻常之人能够做到的 难怪这张牟川 可以从东陵城大牢里面逃出来 一起上 就算是尸体 也要带回去 杀 金刀门弟子蜂拥而上 出手十分狠辣 根本没有丝毫的留情 张牟川无动于衷 他的眼眸 在一瞬间 变得如同那三手镊龙一样 虽然 猙獰 满是暴力之色 一盏茶后 满地残尸 所有金刀门弟子 尽数惨死于此 他们的尸体十分残破 惨不忍睹 张牟川站在那里 双手之上净是鲜血 他把这些金刀门弟子都杀了 也不知怎么当 这些金刀门弟子的攻势 根本就落不到张牟川身上 而张牟川随意地出拳 就可以将他们轻易杀死 不远处 一道黑影默默注视着这一切 此人一身黑衣 仅有一只星红毒眼 三手镊龙残余之力 都在雌子体内 彻底融会贯通 我日月魔教复兴大雁 就在雌子身上了 教主啊 属下定然会引导雌子 让其得到你全部的传承 也会尽力寻回九轮天院 叶清云蹲在书房之中 苦思冥想 终于想到了送什么礼物 给李元修和裴红玉了 既然是送礼 价值不是最重要的 心意是最重要的 只要秉承着这一点 思路也是一下子清晰了起来 什么礼物 都不如自己亲手做的 于是乎 叶清云画了一幅鸾缝和名图 并且 还在画上提了一首诗 这便是叶清云的礼物 叶清云再三端详 觉得十分满意 可以想到自己的徒弟 马上就要成亲了 叶清云又不免惆怅起来 哎 徒弟都成亲了 师父还是个单身狗 这找谁说理去 也不知道自己的终身大事 什么时候可以得到解决 我叶清云身为穿越者 不会孤独终老吧 想想都觉得可怜 叶清云开始回想起 自己来到这个世界后 所接触的那些女子 一个个女子的容貌 在叶清云的眼前浮现 似乎每一个都印象深刻 但仔细想想 似乎每一个叶清云 都没有太大的感觉 难道自己对女人不感兴趣了 这个恐怖的猜测一冒出来 就立刻被叶清云给掐灭了 不可能 自己肯定是对女人感兴趣的 只是一直都没遇到合适的 嗯 叶清云这么安慰自己 圣子 就在这时 慧空的声音在书房外传来 咋了 叶清云扯着嗓子问道 圣子 外面那棵百年松 好像有点不太对劲 慧空说道 百年松 不太对劲 叶清云撇了撇嘴 这不就一棵树吗 能怎么不对劲呢 这慧空 不会是在大惊小怪吧 叶清云走到前院 不仅是慧空 柳家姐妹 以及许多僧人都在院子里 大家都围着那棵百年松 似乎都有着疑惑之色 怎么了 叶清云凑过去探头问道 圣子 你看看这百年松 慧空说道 叶清云瞅了瞅百年松 没啥呀 公子 你看他的下面 柳长月指了指百年松的下方 下面 叶清云低头一看 当场愣住了 这什么鬼 百年松怎么好像变了位置 第六百八十一百年松的窘境 我是一颗树腰 此刻正在被人围观 虽然我表面稳如老狗 但实际上 心里慌得一批 明明我就挪动了那么一丢丢而已 为何就被这些人给发现了 实测呀 早知道自己 就在小心一些了 不行 必须要淡定 我不能露线 不然这些家伙 只不定要对我这可怜的树腰做什么 叶清云盯着百年松的底部 心里也是十分疑惑 这百年松居然不在原来的位置了 似乎被挪动过了 可这看起来不像是人为挪动的 更像是这百年松 直接从土里平移过来的 这是什么情况 这棵树成精了 叶清云心中一阵范嘀咕 这要是让走进科学过来 绝对能够拍个上中下三级 百年老树 为何半夜移位 它有何渊区 又有什么故事 这究竟是人性的扭曲 还是道德的沦丧 敬请收看 走进科学之半夜移动的古树 是谁发现的 叶清云问道 是黄施主发现的 惠空说道 黄施主 你是说黄福生 叶清云一正 惠空点点头 叶清云让柳长月 去把黄福生叫过来 黄兄 这个树移了位置 是你发现的吗 叶清云好奇问道 黄福生摇摇头 不是的 是我儿子看出来的 说话讲 黄福生的儿子黄飞红 从他身后冒了出来 说起来 这黄飞红已经有一岁多了 但看起来比三岁的孩子都要大 身上肉胖乎乎的 那叫一个壮士 甚至都已经能够和人说话了 简直比神童还要神童 黄福生和妻子张书兰都认为 是叶清云给孩子起了一个好名字 所以这孩子才会如此的得天独厚 夫妻两人心里 都是对叶清云极为的感激 黄飞红躲在黄福生的身后 探出一颗圆溜溜的脑袋 看着叶清云 倒也没有什么害怕 飞红 你快告诉叶叔叔 是不是你发现 这棵树在洞啊 黄福生附身 对自己儿子说道 黄飞红认真地点了点头 叶清云笑了笑 小家伙 你是怎么发现的 黄飞红指了指那百年松 然后乃声乃气地说 我喜欢在那树下尿尿 昨天半夜出来尿尿的时候 看见这棵树在洞 黄福生顿时尴尬起来 赶紧朝着自己儿子瞪起眼睛 那是一棵珍贵的树 不能在他下面尿尿的 叶清云也说道 黄兄 还是要好好教教孩子 不能让他养成随地尿尿的习惯 听到这话 一旁的柳家姐妹忍不住谐言 瞅了瞅叶清云 你还好意思教训人家孩子呢 你自己是个什么逼样 你心里没点树吗 在场的人 就说你最喜欢随地尿尿了 这院子里 哪个地方没被你尿过 比大毛这条狗尿的都勤快 小家伙 你不会看错了吧 真的是树在洞吗 叶清云又问道 黄飞红连连点头 我没看错 就是树在洞 我还看到那棵树 好像还有鼻子眼睛冒出来呢 此言一出 百年松顿时心里一颤 妈爷 居然被这个小孩子给发现了 这下子糟了 千算万算 没想到这小屁孩 居然这么聪明伶俐 而听到黄飞红的话 叶清云还没反应过来呢 惠空当先就已经明白了 他猛然转身 眼睛盯着百年松 却并没有直接揭穿百年松的身份 圣子 先让其他人离开院子吧 惠空对叶清云说道 叶清云似乎也领会到惠空的意思 当下便让黄复生 带着儿子先离开 柳家姐妹也离开了这里 只有惠空和一干僧人 与叶清云留在院中 众僧听令 在 众僧齐齐音声 把叶清云吓得一个机灵 百镇 是 惠空再度出言 众僧顿时围着百年松 百开阵势 叶清云一脸惊愕 你 你们在干啥 惠空站在百年松跟前 神情郑重 佛气凛然 圣子 此乃金刚抚摸阵 专为对付妖魔而射 叶清云看了看这些僧人 又看了看自己 好像自己不该出现在这里 感觉十分的多余 惠空一直百年松 怒声利和 宛若佛门禅音 大胆妖念 我一眼就看出 你不是人 不对 不是一棵寻常的树 还不速速献出原形 百年松一动不动 丝毫没有变化 仿佛它就是一棵寻常的树 不是什么妖念 惠空见状 冷哼一声 妖念险星 话音未落 惠空手中出现了一柄禅杖 直接对着百年松就抡了过去 眼看着禅杖就要打中百年松 令叶清云目瞪口呆的一面 出现了 只见那百年松忽然间原地起跳 蹦跶了一下 刚好避开了横扫来的禅杖 然后 百年松又落在了地上 碰 地面一阵震战 国师府所有人 都是感受到了一股震动 叶清云 张牟川强忍心头的怒火